搭乘多元继承车 车资却是被超收 日前一名女网友搭乘的多元继承车 被超收46倍的车资 在最近有民众 凌晨造车 两公里的路程却被收了4080元 跟系统显示的85元车资差了48倍 让这个民众气到9都醒了 而其他驾驶表示 可能是司机不少新输入错误的金额 业者也发出声明 建议乘客回报客服处理 轿车平台输入刹车地点后 乘车选项多的优步小黄 这是台中五月新上线的最新服务 不过最近却有多位民众抱怨被剁收钱 网友po文才短短两公里 路程就被收了4080元 他从太平路要到卫道路 预收是85块 没想到结账金额竟然超过4000元 整整差了48倍 看到金额当下气到就都醒了 那金额本来就是由司机失路公司 才会知道说客户做多少钱 跟公司没关系 但是司机却小心输入错误的 询问其他优步小黄驾驶 表示应该是司机不小心输入错误 不太可能是故意的 后文网友也说在车上没吐 没有清洁费问题 事后也更新讯息表示系统已经退费 Uber小黄超说问题不只一桩 先前还有女网友搭车1.3公里扣掉折扣只要花19元 没想到事后竟被收了890超收46倍 对此Uber官方发出声明建议乘客行程结束时 务必确认跳表金额是否正确 如果金额有物可直接回报客服 要是平台反应无效 也可向消贸官提出申诉 介台中纵合不倒 MING PAO TORONTO